嗨大家好我是明雪 我們今天呢有沒有看到桌上滿滿的肥仔食物 好爽 看得到嗎?看得清楚嗎? 看得清楚我們桌上有兩瓶可樂 然後一個菜牢套餐 然後一份就是漢堡套餐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特別來買肯德基呢? 因為呢肯德基在這段時間裡面有兩個期間限定的漢堡 分別是起司摩天樓卡拉基腿寶 跟這裡面裝的是起司四騎士卡拉基 起司四騎士卡拉基腿寶 這次的期間限定漢堡它不只期間限定 它連販售地點也是限定的 真的是有夠難找 起司摩天樓的限定販售地點是 台南的中華店、楊梅的中山店、台中楓源、台南崇明 台北永春、楊梅大城、台中毯子跟台北南港 只有這八間店有賣 然後呢起司四騎士這個寶 它的限定販售地點是 嘉義中興、新竹名聲、新莊名安、嘉義垂陽、新莊中港、台北中輪、竹北志強跟台北巴德 好總之呢就是它各只有八間店有販售 萬幸台北有蠻多家我們可以去找的啦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去各地奔波 終於把這兩個漢堡買回來了 這兩個漢堡呢看名字就知道起司非常的多 所以真的是好期待唷 對然後這個套餐呢它有一點點小煎炸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去這幾家店裡面看他們的Menu的話 它上面會直接跟你說這個是XL套餐 但其實呢你要點一般的套餐也是可以的 就是你要主動跟店員講 哪一個是哪一個 打開就知道了 等一下喔這個啊這個比較高的是起司摩天樓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起司四騎士的漢堡到底長什麼樣子 它看起來就是起司很多 寄出來的起司後沒辦法再稱讚它了 它至少上面跟下面都各有一片以上的起司 一片啦應該至少有一片 卡拉雞腿是蠻大塊的 起司摩天樓 哇摩天樓這個應該很厲害吧 等一下它到底放了什麼啊 可以看到它除了漢堡就是一般漢堡麵包之外還有生菜 起司卡拉雞腿然後中間這一個 是洋蔥圈耶 那現在就是我們的試吃時間 我們先從看起來比較一般的這個起司四騎士來吃看看好了 先看一下它裡面到底有什麼 拆開來 這個起司四騎士它上面應該有一片起司 然後還是有加這個 它醬料其實蠻多的 然後加上一塊卡拉雞腿 它有兩片起司這樣子 那為什麼叫四騎士 有四種起司 啊起司醬啦 橘橘的是起司醬 然後是用帕瑪森起司 馬之瑞拉起司 應該就是莫札瑞拉 調製的 乳酪球 乳酪球在哪裡 啊我看到了 看到上面有一個 有一個顏色比較黃黃的地方 那我們來試吃看 但它沒有辦法一次吃到乳酪球那邊耶 喔起司味超級濃的 欸我需要可樂 然後它的卡拉雞腿是有點辣的 喔好爽喔 吃煞雞 吃漢堡就是要配可樂啊 不好意思喔 有點醜齁 我們移動一下位置喔 乳酪球我們來前面 那個乳酪球 味道超級濃的 為什麼只放一顆啊 乳酪球的地方超級好吃耶 喔只有一顆好可惜喔 我可以多加個20塊 它多給我兩顆乳酪球嗎 可以肥了吧 欸超級好吃 我不會餓的一口 一口吃下去有起司醬 有起司有乳酪球 有卡拉雞腿 哇 perfe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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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爽 很爽對不對 是不是想加20塊 多加幾顆乳酪球 很想 再吃第二個 這個起司摩天龍 它這個呢 它加的是 一樣有起司醬跟乳酪球 然後它還有多加 這兩個是洋蔥圈的部分 可是呢 它的起司片 就沒有剛剛那個 起司式起司那麼多 他主打摩天龍 對 但還是有乳酪球喔 欸 醬超多的一直掉 洋蔥圈的存在感蠻低的 卡拉雞腿味道很重 然後加上起司的味道也很重 所以吃不太到洋蔥圈的味道欸 有點小可惜 因為我很喜歡洋蔥圈 我這一口有咬到比較多洋蔥 然後它的洋蔥 吃起來是很甜的那一種 就是洋蔥的甜味會散發出來 我覺得 加分加分 我剛剛在吃這個漢堡的時候 嘴巴不是髒 超級大嗎 我覺得我現在下巴這邊怪怪的 好像 我剛剛聽到有那個 我從來移動聲音 我想說我是脫臼 所以這個摩天龍 吃到脫臼的人 應該不只我吧 我聽不到了 你聽得到還得了 你聽得到我嘴巴應該真的回不去了 1號要吃嗎 我覺得應該有人想看1號吃 那我們就請1號來吃一下 好 1號四次元來了 不是真的 我想吃蛋塔 不可以先先先主要的 先主要是什麼 很飽 好 它這個上下都有一片起司 好濃喔 其實我覺得啦 這個一個人沒辦法吃完 有點太濃 會有一點蜜 但是呢 你配上肥宅快樂水 你就會洗掉那個油膩感 就可以繼續吃了 好快樂喔 是不是 然後第二個這個 你是摩天龍 這個呢吃了都要小心 因為有可能會造成你下巴脫臼的危險 因為它太高了 這個切 吃了之前是不是要讓我們切一個 要生死切結束啦 有嗎還好嗎 下巴還可以嗎 還可以 有沒有看到臉不贊同 喔唷吃到乳酪球了 請問有感受到了嗎 吃到了 乳酪球的魅力 嗯 讓你沾到很多項 在臉上 好嘞 然後這個漢堡其實是 那種久久吃一次 就真的會很爽 而且就是大家能吃到的時間也不多了 它只有賣到6月10號 它只有賣到6月10號 大概還剩一個禮拜可以去吃 個人比較推薦 其事是其事 所以如果今天評分的話誰最高分 蛋塔 蛋塔10分 蛋塔10分吧 然後薯條9分 然後肥材快樂水8分 其實這兩個的味道來說 我比較喜歡摩天龍的這個味道 因為它還可以吃到有一點 就是洋蔥圈那種甜甜的洋蔥味 就雖然比較少 這兩個如果平常都還會賣的話 我會給它8分 這個我給它6分 因為它害我繞臉 7分 感覺點這個就會吃很飽 那給它7分 它如果可以讓我就是加價 然後多加幾顆乳酪球的話 我就給它9分 那如果單賣乳酪球呢 乳酪球10分 拜託請單賣乳酪球 這個會大賣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今天這隻試吃 然後又在那邊哈拉閒聊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一個喜歡 記得訂閱頻道和小鈴鐺喔 有什麼想說的話 或希望我們做的事情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也可以去Follow我們的 Instagram跟Facebook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很專心在吃耶 可以 掰掰